因为我2002年2003年我在这边打过两年职业联赛 然后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欧洲国家或者中国每个城市也都跑得比较多 但是通过两年的那种职业联赛我发现圣地亚哥是世界上最时宜居住的 也许也有更多的地方更美丽 当然圣地亚哥是非常美丽的一城市 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地理条件或者是气候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于居住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是就是说我退役了之后 当时我来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要决定要留在这个城市 只不过就是当时我想给自己放松一下 有一个自己的空余时间 然后我当时就来到这边 但是我在这边开始做事情或者住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 太让人感到很轻松很舒服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决定留在这个城市 我觉得我办这个足球培训班的初衷 是我想把这个整个的华人地区的所有小孩 因为我是踢足球的嘛 因为我是这个方面的专业 对 我不能说我是有踢多好或者 但是我至少是一个专业 我要比其他的踢着玩的人啊 或者说是理论上的人啊 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这方面比较专业 我就是当时在华人圈这一块 我就想开一个我自己的 算是一个把自己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中国人的小朋友来踢球 因为我现在也在俱乐部里面去做 而且我发现在美国的俱乐部 四岁到六岁这个之间的这种专业足球的 这种培训我觉得不是说很多 如果有的话但是也不够专业 所以我就是想在华人这个圈子中间把我的这个足球这个东西 专业的知识传输出去 然后呢在华人这个圈子当中呢 我想就是梳理自己的口碑 就说教足球就要教到最好 然后把我自己这些专业东西然后带给小朋友 希望通过我这个培训 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爱运动 因为我觉得足球不仅仅足球体育运动 可以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因为你把他的脾气性格把一个非常 缅腆的人也许会让他变得更加的开朗 更加的抑郁去接触 我觉得体育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人生当中 所以我就希望更多小朋友通过这个培训班走出来之后 他们可以去选择去俱乐部体育也好 或者更高层次体育也好 会让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他首先这个东西是一个机遇 首先你要有机遇 你不论有再好的能力 不论有再好的专业的东西 机遇非常重要 你是不是这个机遇能够临到你 就是说当你一切预备好了之后 这个机遇是不是能够给你 有很多人怀财富裕就是这样子 有很多才华他没有这个机遇 另外一个事就是说 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抓住 对 这就是另外一方面是 但是第一个现在 当然我的愿望我也是 因为我是搞足球专业出身 我的愿望就是说 我也很想将来有一天 我可以回国之教国字队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说我可以回去 当然像郎平一样 能够带着中国队 能够足球 能够拿一个世界冠军 那我觉得那力度要比排球更有力一些 对 当然这个是还是需要机遇的 对 所以说我就说 想想梦想是梦想 还是先把自己这点事干好吧 然后如果有机遇的话 当然我会选择回去 如果有这种机会 回国执教 然后带国字好的队伍 或者带一些水平高一些的队伍 因为我的兴趣点在这 我觉得足球这个东西囊括的东西 当然我现在带的是这种最基础的东西 是启蒙阶段 我想就是说带高水平一点 比如说国家队那个级别的 它包含的内容 或者包含的那种战术 包含的一些东西会更深刻 更值得你去挑战一下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过程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其实是我希望有的 对于我自己人生来讲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能够把各种问题 能够攻克或者通过自己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让自己能够觉得更有乐趣 在你自己的工作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事 至于冠不冠军 要是这样带队 还得看机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